下一个方法就是用那个刚刚讲这个所谓环形阵列 这个环形阵列 2012的环形阵列 它阵列跟2010以前的版本差别蛮比较大 比较大 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你阵列这个地方 如果你习惯用旧版的 那你在用新版的 你会觉得不太一样 不过观念是一样的 只是说它多了一些什么东西 等一下我们来说一下 第一个我们画的方法前面都一样 第一个画圆 这个我想画圆应该没问题的 已经画很多次了 那一样重复画圆 你可以在这个中心点 把四分点画到中心点 然后再修剪 我想修剪应该也OK的 修剪空白线 反正这个应该已经 这个这个做太多次了 反正你就把它当基本公式了 以后就很会画得很行于流水 如果你可以这样的话 你以后画图就会画得很愉快 想要画什么就可以画什么 那当然要一点时间 我想应该不会很久了 因为我看有个同学 大概一个学习练下来 看他该画的都会了 基本图都没问题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地方我要做旋转 刚刚是用旋转 有没有 那我们现在改用这个所谓环形阵列 记得按住之后的话 找到第三个环形阵列 那环形阵列点下去 他底下会问我们问题 他问你说呢 请你选取物件 那你要做环形 这个 做那个阵列的就是这个 所以选他之后 一样告诉他 我找到了 按空白键 表示我已经选到了 的意思 选到按空白键 像刚才旋转 这样 选他之后按空白键 表示说 我选了 然后告诉Cate说 我选到他了 OK 他会给你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请你告诉我 你那个阵列 因为环形嘛 所以他告诉我 你的中心点 或者是基准点 旋转转 那如果说你没有 你就直接点中心点 那中心点就是哪一个呢 就是这个中心点 点一下就好了 接下来他问你说 那你要旋转几次 你有几个项目 几个项目就是说 你要产生 其实就是复制几个就对了 那复制几个 我们就复制六个 所以你就输入六就好了 六Enter 六个 特别最后 这个有一个问题 我发现他直接输入在上面会有问题 好像他输入在下面才会正确 所以这个好像 这个阵列有一点点问题 一般我们是直接输入就好了 可是他这个项目好像要在下面输入 按Enter才不会有错误 OK 特别最后 这个阵列 我不晓得是不是2012的一个bug 你输入在上面不行 要输入在下面 有没有 六个 接下来他问你 好か